大家好 还是跟大家测试土工的所谓的宏观经济 所谓的宏观经济就是一个简单的常识 微观经济加上了这个货币政策 就叫宏观经济 所以一说这个宏观经济肯定是要谈谈货币的 说这个人民币一个很明显的标志 就是这个汇率最近贬的不行了 反正我记事啊 我开始懂点经济学 开始观察这个中国的经济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贬值的情况 现在已经是离岸的汇率已经到了1比7.1 这是过去少说点30年吧 没见过 没见过1比7.1 至少最近20年没见过 所以这个东西按你说的话 你美元现在是叫做什么呀 也超发货币吗 是不是 你超发货币啊 完了以后你人民币也跟着超发呗 因为是中国的汇率政策是紧贴美元的疑难子的货币政策 主要是定美元 按你说的话是不应该有这个通 有这个汇率的这么快的这么一个贬值的啊 这是为什么呢 那肯定国内出问题了 那我们都知道人民币的汇率是一个弄子的耳朵 是一个摆设 没什么意思的 因为人民币它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 就是你不能够自由兑换 那你说日本的汇率台湾的汇率韩国的汇率 它完全是市场化的 每一分钟都不一样 每一秒钟都不一样 是不是 你说话之间它说不定就跌了 说话之间它说不定就涨了 是不是像我这几年 因为我是赚的是美元嘛 所以我对这个汇率啊 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 任何一个变化 我每天早上起来 我再看一下今天的汇率是多少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也看一眼 所以中国人民币的汇率 它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汇率 它是个政府操控的汇率 它是不算事的 那问题来了 如果是政府操控的话 政府应该把这个汇率压的很低啊 很低的话有利于国内的经济的信心 如果汇率就这么涨上去 就那么贬的不行 那老百姓也就急了 是不是 觉得你秘密不值钱了 美元更值钱了 再都去换美元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没好处吗 是不是 所以你想想吧 这里面一定是有特别大的事情 一定是有人跟这个细胞子故意添堵 你说你迟不迟不来早不来 在这会儿中国经济最不好的时候 我听到北京的一些个人说的 说现在是两种可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千万不要相信人民币的所谓的汇率是7.1几 如果按照正常的自由兑换的自由浮动的这么一种 一种汇率制度的话 人民币早就已经颇实都有可能了 但是一致它就hold着 为什么hold着你就跟着就一直hold了呗 hold不下去呗 那一定是经济口 金融口 人民银行口 一定是有人跟细胞子过不去 我问了北京的一些兄弟啊 他们猜猜是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就是现在的国务院的总理 李强 李强现在呢 据说啊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不过我可以先提一提 说李强现在的经济没有明显的效果 干了这么久了 细胞子觉得很不满意 这个东西肯定的啊 李强呢 多多少少是一路从底层 从市场经济这么多年 中国特色特别色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这么多年搞过来的 他呢是有点这个 有点 就是过去这些年吧 都是自由经济嘛 是吧 都是这么来的嘛 嗯 李强是温州出来的吧 温州我是很熟的 我以前老跟温州好几个公司写过公司史 我认识温州的一个一个很优秀的新马 马先生啊 他是个经济学家 在温州的排第一的经济学家 是全国不是特别有名 但是他脑袋子特别好使 啊 在温州呢 是代表着温州这一个四海为家的 这么一个以自由市场为理念的 这么一个经济学的基本的观点 这哥们呢 应该是对李强有所影响的 因为好多年来 一套年纪比李强要大点吧 所以李强这个人 他是有点自由经济的常识的啊 在某种意义上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中国这个国家 就他们这代人 除了习包子没有这些东西 因为习包子是个大宠物 他没有任何的学习能力 他就是凭着他的红二代 然后一天到晚喝酒搞女人 他啥都不懂 其他人 其他人 不管是什么陈明尔啊 还是什么蔡奇啊 还是李克强啊 汪洋 他们都有这个 有一点点自由经济的常识的 所以李强现在就是不干不干的 两边不靠 你觉得他完全替习近平的话吧 他的内心深处 已然想养成的那些个所谓的自由经济的常识 让他觉得很为难 你觉得他完全按市场经济套罗搞吧 他也觉得对不起习主席 是不是毕竟是习主席把他提拔上来当总理呢 否则他祖父冒烟也不可能当上总理是不是 他很难过 这个时候他这个人呢就是最后的经济不好就一定是这个人背锅呗 有人说是李强故意的暗中在把这个慧女把他往上给顶上去 一下子过了7.1了 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这个人民银行金融口货币政策这一块的以前的那些个职业的官僚 那些个正部级副部级的那些个干部他们都是改革开放这么一路过来的他们也都是有常识的 也是故意的给细胞子添头反正细胞子也不懂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民币贬值会会带来是怎样的后果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我再说一遍你不是一个自由汇率自由浮动的这么一个制度 你一旦你洞穿的某一个底线 比如一旦你过了7 完了以后你要赶紧把它拉回来 所以我们说过嘛 我们开会说的啊 说这个人民币从到了7 比如7.0 7.01 7.02到6.9之间 这个区间是没什么问题的 你到了7.01 7.02的时候你赶紧把它拉回来 是不是赶紧通过你的所谓的背后的暗箱操作让它回归正常 结果没想到前所未有的到了7.1几了 马上就要到7.2了 不得了的事情 有人在背后给细胞子做梗 但是你从整个从汇率这个层面呢 你可能是理解中国的经济是还是有点不透的 还有一个词 也是这两天北京的一些所谓的专家在那里说的 就是道理中国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 市面上看不到钱 所以你不能是通货膨胀 什么叫通货膨胀啊 就是发现的货币太多是吧 太多了 到处都是钱 完了以后呢 但是问题是你市场上又看不到钱 企业没钱 国企没钱 老百姓也没钱 你这个钱去哪呢 所以现在另外一种说法嘛 就是通缩嘛 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是最难搞的 一旦养成一个所谓的通货紧缩的趋势的 这一搞就是十年二十年代就没有没有没有变化 所以有人写过这样的文章啊 说这个 这个通货紧缩啊应该是现在目前中国经济的趋势 就是细胞的上来以后 这是必然要出现的啊 他说这个通货紧缩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是吧 就是比如说一开始就是什么呢 实际的债务增加 就我们都看到地方债 中央财政都有债务 非常麻烦 而且利率呢 也还还在那么还在下降 你应该这么多钱 发了这么多货币 你应该要涨利率 你看美国的情况就是 美国也发了很多货币 但是他的贷款的利率 在不断的上涨 你持有这个资产成本 你会非常的高 是不是 但中国是反的 一方面是人民币在贬值 一方面呢 又要降低利率 你干嘛呢 然后市面上又看不到钱 是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他们说现在只有几个思路 第一呢就是什么呢 把地方债把它化解了 那是不可能的 地方债化解 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呢 就是把人民币啊 把这个房地产把它搞起来 地方政府依然可以卖地 所以现在你看到没有 房价这个东西 虽然有价无市 但是政府顶房价 顶得非常厉害 如果你这个房地产公司 没有经过政府的同意 如果你人为了降价的话 那政府是要抓人的 一点都不客气 第二个办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就是重要财政 你继续印钞呗 这两种办法都不大可能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通缩 通缩最大的麻烦 它就是什么呢 有可持续性 所以有人就说通缩一旦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很难打破 日本所谓过去的失去的十年 有人说失去了二十年 主要就是什么通缩形成的 政府发了太多的钱 但是市面上看不到钱 你都无法解释这个钱去哪了 所以通缩情况下 会造成大量的失业 大量的人找不到工作 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就是你如果是通胀的话 通胀它有个最大的事情 就是市面上全是钱 钱都不要钱 是吧 因为钱它也是一个商品嘛 你随随便便就可以找到钱 因为政府发的货币太多 所有的钱都变成了泡沫 有人说过1949年 从1945年到1949年 这个上海的房子涨了几亿倍吗 本来只要一千万的房子 然后最后是20个亿都买不下来 所以钱多嘛 钱不值钱嘛 但是通缩不一样 就是你发了很多货币 你一定要记住 但是还是没钱 所以国家找不到 怎么去走出困境的办法 所以就构成了一个 所谓的失去的十年 或失去的二十年 我不知道日本是为什么会出这样的情况 以前我做过一些研究 最后的结论就是日本的房地产 把大量的钱吃掉了 那中国目前 是不是房地产把钱吃掉呢 还是细胞子把钱转移的呢 还是怎么的 像目前 因为中国没有具体的数据嘛 你不知道 美国的情况你很好解释的 美国的情况 发了很多钱 但是呢 市场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起伺 为什么呀 因为大量的钱 它大撒币了 是不是 跑到支持乌克兰打仗 搞了一些LGBTQ 搞这些个事情 它不搞经济 加上你的能源 这些东西 你自己不自主 一天到晚找别人买东西 所以导致大量的资金浪费 但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所以这么多人没工作 生活成本 工资下降 生活成本上涨 你说你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说过 你一定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你要稍微了解一点 所谓的什么叫通胀 什么叫通缩 跟你有什么关系 所以通胀的情况下 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你是给随便玩的 真的 就是饿死胆小的 撑死胆大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通缩的话 还是一句话 现金为往 现金为往 你有钱 你是老大 你如果没有存款 你如果什么都没有 你就等着饿肚子吧 谢谢